大坑登山步道平日假日都有不少民众来挑战 在大坑一号登山步道还有座体训厂 占地一公顷大 有12道体训设施 最受大家喜爱的轨道车 考验着两人默契及身体平衡能力 难度最高的巨人之路 必须手扶着绳脚踏木桩移动 失败率有5成以上 不论男女表示来这里挑战 真的很考验体力 就算是在冬天也能够流不少汗 就是这个要抓紧 抓紧慢慢抓 你不要太多人 在三所调查要快走可不容易 一样都是考验平衡 圆桶桥这一关就比较能够轻松前进 你的体力好不好 在大坑体能训练场就可以小时身手 在地一公顷大 总共有12道的体训设施 而这也是大坑的人气点之一 平假日都有不少民众来挑战 要有一点平衡吧 怎么说 就如果没装好就掉下去 对啊 但是还不错玩啊 还不错玩 体能有被训练到吗 应该有吧 我们里面12项的设施 像平衡木或是一些圆桶桥 那S型的障碍道 那最后一关最难的就是我们的巨人之路 大坑体能训练场其实历史悠久 是很多台中人的回忆 前几年在台中市公共旅游局的重修后大翻新 而其中的这一关聚诊之路是难度最高的 很多人都在这翻车 失败率一定是一半以上 那这个诀窍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把身体往前倾 那把这个绳子把它撑紧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平衡 然后抓紧绳索再往前倾 秋冬这个时间去那里凉爽 又没有小黑文 所以大家来这边应该都是做一个很好休闲的游戏 而这一关轨道车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 也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必须要两人合作才可以让车子顺利行走 其实是从体训场以前到现在都有的一个记忆点 所以我们就特别把它留下来 那这个也非常适合亲子来做双人的这个拉绳索的这个运动 很好玩啊 就是要用力啊 怎么样用力 要跟要合作默契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最好是载人不要太重 12道关关都不容易 要能从头到尾挑战成功 真的很好体能 如果还能负荷 也可以继续的往一号步道迈进 在大坑的森林分多金当中训练体力 也让身体大解放 这铃家话台中采访不到 好 好